早安,你好! 肉蛋起司好吃哦! 哈喽,我是Louis 哈喽,我是Ben 我们是新加坡风声号的负责人 风声号在2013年 他们是第一个把炭烤吐司跟红茶牛奶 作为结合的一个品牌 那一开始的时候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风潮 那在台湾带起了全民吐司的一个文化 其实在2013年之后 也有蛮多的这个业者 就是效仿了炭烤吐司跟红茶牛奶的这个元素 在2013年的时候 创办人徐敏洪先生 他跟太太 因着他们家庭的背景 徐敏洪先生他原先的家庭背景是烘培的 那太太则是阿航 他们原本是做跟餐饮业毫无相关的事业 因为了一些挫折 在2013年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的去摸索自己 那也因着一个感动 一个信念 他们就开启了风声号 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 我想要去从事餐饮业 那个时候其实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摸索我自己 当时就想到说我想要做早餐跟吐司有关系的 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只是源自于我自己的想法 那我就想说要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一个朋友 有一个伙伴一起来帮我 那我就开始去找找了阿伯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节奏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 他的想法 开启了一个 专业的饭饭的概念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工作 但我肯定很注重 在他提供我提供的 那个时候就做了市场调查 那其实包含台湾在内 包括了香港 中国 日本 韩国等国家 那其实就得出的结论是 新加坡与台湾的早餐 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我们也去台湾 其实其实跟Louis之前 所以那时候就只是去假期 后来我们出现这种想法 我们做了市场研究 东西 我们其实标准了几个 可能性的店链 我们觉得可以进行新加坡市场 那天晚上 我们就买了票票 然后就在那星期 就去试试所有店链 我们试试很多台湾的链 在一天我们甚至可以吃 从四个吃饭店 第一次吃到 风生号的蛋糕 我觉得他们的蛋糕 跟一般外面的 即便我们在新加坡 或者是台湾 吃的另外五间 他们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 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风生号的蛋糕 他们的面包 食用的面包 其实经过非常多 工程序去完成的 包括乌水奶油 跟老面技术 所以它的吐司吃起来 会特别的外酥内染 除了吐司本身之外 或是号 它在餐点的呈现 其实它也是非常的直接 它其实不花巧 它不可思认 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早餐 那那个时候就想说我们要怎么 将风生号带到新加坡 其实在初步了解之后 我们发现说把风生号带到新加坡 有非常大的一些困难 包括我们要怎么去 overcome 面包本身在新加坡制作 那其实这个过程 来来回回也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 那我们才确定了 有办法将风生号带到新加坡 之后其实我跟阿Ben 就去到了台湾 也是一个一年多的一个过程 一开始想象的餐饮事业不太一样 因为餐饮事业其实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可能就是从早忙到晚 我们早上可能四点多五点多 我们就起床了 到了门室工作 下午的时候 我们又要去Centra Kitchen 跟台湾那边有一些学习 从中也发现到说 风生号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它们即便是一个小巷子里面的一个店 但是它们把SOP做得非常的完善 走你好 所以整个整个社会带我们近乎两年 除了旅行到台北 在哪里的店 我们正常回来 到先生的村庄 去训练的家庭 去学习的方法将习裹的 分子氧号品 除了在室家属尔的幣部 我们也有个窗幣 所以最益的东西我们在设定 我们没法购买它 在那边 我们实际上是自己的 所以NZLP是一种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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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实际上 我们实际上是一种销唐从长一支 的一位一位推理的国际 因为我们感觉到它能处托到最少的质量 框匙我们其实全部都开始打开 对 편的美容,味道柠檬 eastern页 您的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浸泡溫 水液水液是水液的用于在精诊 整整个进Alright酱液的浸泡溫 将近十五十多年 我们真的感觉到有问题 在在产生食材里 虽然是耳朵 我们在与客们有 cabinet才能给予最高的 食材那些我们可以给他 所以当 1917 早上强盖后它们在镊子上 鸡蛋在鸡蛋 拆散了芹菜 跟鸡蛋 和鸡蛋 之后 他们会有另一张鸡蛋 加上鸡蛋 剪刀 和玉米 这是一个限制的 一款三十个客户 鸡蛋和鸡蛋 是在台湾最好的销售 每一趟 他们可以卖 一百多的鸡蛋 在鸡蛋 拆散了我们的芹菜 然后加入鸡蛋 和鸡蛋和鸡蛋 从一开始 没有经验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客人 给予风声号的一个肯定 这个肯定是我们 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 看到客人吃着 我们风声号的早餐 吃得开心 感受到我们用心制作的 每一个餐点 是最大的成就感 那也因着风声号 让很多的客人 也变成我们的朋友 他们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让我们继续地 把品质给顾好 让我们知道说 只要我们用心做 一定会被别人看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